來 繼續來看這個 台鹽的政黨署長 丹茄雄 間接到公殿的佩安 給統籍 到年也沒找到人 就勸來報公 丹茄雄 疑似你的 無保扯回的價格 就頭到飛利賓 名字 超過一億的竹篡 也都已經領出來 才是回出去 甚至團出說 他跟高雄一個酒店的宵夜 高雄不拆 以後的錢 是不是就是頭過那個宵夜 回出去 還要釐清 說丹茄雄 學生時代是八山的高手 也沒有拜託 可能米利在山區 轉眼收拾 無情當 全力在對手 總統 今天要去 國民黨台南市議員 插浴費 考試減調辦案的建築 因為台鹽正當署長丹茄雄 間接到公殿 八岸丟後 去逢統籍 到達 又不知道他走去 聽說他在無保扯回的價格 就對高雄淩風海邊 投投到飛利賓 不過因為丹茄雄對小野時代 就真夠被刷 有可能還未在山區內 轉眼收拾等著著政 目前 全力對接 那如果他沒逃亡的話 民進黨的高層 到底有牽扯多少人 如果要找出他的人 建廟的來往也是關鍵 各向這間更欠的酒吧 開幕時 這間找不到人 在店門口唱歌跳舞 雖然說這間店多形真普通 不過晚上氣氛完全不一樣 現在聽說丹茄雄跟一個 小野大人收拾走到講話 而且又好像經常出席這間酒店 若那酒店收拾的成功頂 有本案金流的重要順序 這轉案收拾要再調查 有關金流的問題 跟丹茄雄的許諾 今天透過國中的觀眾 全面對這 哈囉 我是蔣心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